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祝大家新年快乐 那也祝我自己生日快乐 那也谢谢大家祝我生日快乐的好朋友们 大家身体都健康万事都如意 那么在今年的这个我的生日 那我特别为了这个 买了一个企划油炉 来犒赏自己 当做自己的生日礼物 我们家呢 我小时候 我们家的习惯 就是生日的人 慢慢呢 都会为他准备 两颗的水煮蛋 那么没有生日的人呢 就是一颗水煮蛋这样 这个就是我家的传统 以前的这个生日的一个方式 那后来呢 如果你长大了 你要过生日要吃好一点的 比如说要吃蛋糕 那生日的人 你就自己去买蛋糕回来 这个请大家吃 请家里的人吃这样 这个就是我家的这个生日的这个 这个祝福的一个过程 一个经历 那么今年我特地为我自己呢 准备了 那么这个油炉 中国爱玩客G53的这个汽油炉 来当做是自己的生日礼物这样 那么这个也开箱完了 那么这个油炉呢 它的配件没有附很多 就是一个简单的西形袋 那一个橡胶纸软的 这个软的这个漏斗 斜斜的这个软的漏斗 那两个欧林环 两个欧林环 一个大的呢 应该就是这个打气泵的一个器皿的 那一个小的呢 应该就是这个打气泵里面的 这个皮碗的环 皮碗的环 这个就是它给的配件 那么还有一个说明书 还有一个说明书 使用说明 那么这个就是它的包装盒 包装盒 好 那这个 这个 我呢 现在我的碗的灯啊 跟炉啊 它的燃料我大部分都 尽量往统一化 就是使用五千汽油 就是九二五千汽油的来用 那么 这个呢 就是装着 九二五千汽油 外出或是在家里 平常九二就把它存放在这个里面 那这有1000cc 装个差不多九百cc这样 那么 这个 油炉呢 呃 呃 呃 在启动啊 这个 嗯 G53的油炉 它是一款 静音炉头的油炉 静音炉头的油炉 那么 它 这样 如果是静音的话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呃 呃 才不会那么吵 呃 才不会像那个 怒吼型的 呼呼叫这样 才不会那么吵 那 这个油炉呢 呃 呃 它 其实它的基本结构也是 呃 自己加热增压 自己加热增压的 一款油炉 但是它现在的好处就是 它加了一个档器泵 呃 加了一个档器泵 那 你就是在 呃 熄火的时候 减火的时候 呃 你可以自己去 呃 设定自己的 压力 火力大小 呃 就不需要说 呃 它炙热的时候呢 产生的压力 那我们呢 由这里来打压力去控制 我们的火力 呃 这个强度这样 那 这是一款 其实 我觉得 我玩了几款的油炉 它的整个设计结构跟使用方面 是非常的方便 好 那么 这个油炉呢 它还附了 有一个 它们通称是钥匙啦 也就是 开关 那么 因为 这种油炉 它是以制热 然后呢 这个开关 这个油门开关呢 它是跟 呃 这个 呃 呃 加热的部分 是成为一体 所以 变成说 它是很烫的 所以 它要做分离式的一个开关 齁 一个手把开关 来控制火力大小这样 齁 控制火力大小 好 那么 它这个加油嘴 齁 齁 这个加油嘴 也就是煎 打气泵 呃 的这个一个 呃 功能 齁 尖打气泵的一个功能 所以 呃 它可以 省掉齁 这个油壶呢 呃 在挖很多的 功能的洞 齁 很多功能的洞 齁 因为我刚才啊 呃 把它加了油 齁 所以 呃 它就 呃 比较满了齁 比较满了齁 齁 这个就是 油壶盖 煎打气泵的 的结构 齁 那 这里也是 呃 在加油的齁 也是加油的 好 我们把它锁上齁 锁上 那么 如果有 有的齁 我们就是 肉 有 有细肉的话 我们就是要把它擦干净齁 齁 那我现在呢 来为 这个启动来使用齁 那当然啦 呃 我这个已经把它操 操 操过几次了 所以呢 啊 在操作上 有一点点概念 有点概念 那我现在是用 呃 100%的工业酒精 100%的工业酒精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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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的齁 来做启动齁 齁 那我 比较喜欢 用酒精 来启动 齁 因为你如果用自己本身的燃料 呃 等它打上来 启动的话 齁 这个整个火 经过的地方 都是很黑 齁 齁 齁 呃 用铜 去做出来的 呃 一个结构的油门开关 同一个提 齁 齁 那这个下面 油虎 油虎下面 刚才我在倒酒精的地方 呃 它就是有一个油杯 那这个油杯呢 啊 就你把它点燃了以后 那么 它就可以对 呃 这个 炉头的部分 齁 去做 预热 加热 齁 齁 那因为这是使用汽油 那使用汽油的话 它的揮发性 呃 呃 比较高 呃 蓝点比较高 呃 那它比较容易启动 齁 但是我们还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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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油路的通道啊 呃 呃 就比较不会激叹 就比较不会激叹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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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热更完全的话 那我们的油路比较不容易堵 比较不容易堵住 所以 我宁愿用一杯 然后让它预热的比较完全 那现在 这个 酒精 火苗已经有这么高了 可能在画面上照不出来 那 表示 油杯里面的 酒精 已经预热完成 酒精是 本身预热 所以 完成了 所以它揮发的很快 所以它的火苗就比较薄 那 现在这样子 我就把它开 中小火 的气上来 让它燃烧 让它帮助燃烧 然后这个 下面的酒精 就不理它 让它继续的把它烧完 让它继续的把它烧完 那现在 好 那现在 酒精烧完呢 它自动 酒精烧完 因为酒精在下面烧呢 本身它会从它进气口啊 跑出火进去 然后呢 这个火不安全 但它酒精烧完呢 没有火再继续从 进气口 进去的时候 它就本身 噴出来的就变成 蓝色的火 火焰 蓝色的火焰 火焰非常漂亮 都是蓝色的 蓝色的火焰 这样 那这个是 呃 现在 它这个 油骨啊 的设计啊 它也可以 它是可以经过 这个开关 来控制我的大小 那现在 这样子的位置呢 这样子的位置 它是最大 但是它最大 但是呢 我们如果 嫌弃不够大 那我们再 多打几下 多打几下 去达到 你要的最大的 那个值 但是喔 这个油乳啊 我们也 因为它没有付油表 我们也不知道它 里面的压力有多大 这个就是要 从 火苗 它喷出来的状况 去 来 用自己的经验 去判断出来 我们油骨里面 有多少的 压力 因为这一款啦 呃 它呢 呃这个 第一 没有 没有油压表 没有气压表 没有压力表 第二 好像也没有 看到 什么 卸压法 就是 过压的卸压法 那 所以呢 这个就是要平均年纪 最好不要超压 因为它现在 它是由 这个 现代 现在的这个 火盘 再把 温度 从火盘 的 管 再传导 到开关 这个预热的部份的铜件的结构 然后再把这个温度 再往油骨里面去从 哦 让 汽油 啊 这个预热 自行的 膨胀 啊 自行的增压 哦 它是这样子的设计原理 哦 所以 其实 呃 这一款呢 照理讲 它是 你把它 只要点着啦 吵启动了 然后呢 额 它是可以 中服 不需要再 加压 然后就可以 有 烧到完 ingle 可以烧到完 这是 这款 油汝的 哎 中博去 山寨 啊 这个 以前 這個好像是奧地利還是哪裏的原版的一款油乳的設計 那這一款的油乳的設計原理跟之前 我們台灣也有跟人家這個山寨的747的那一款一樣 但是那一款的油乳啊 就是沒有打氣泡 它就是靠你在預熱的時候 然後讓油乳裡面的油 頭自體加溫然後增壓 然後產生壓力上來氣化 這樣 但是這一款它就是多了一個打氣泡 打氣泡就方便很多啦 我們就不會比較不會受限 比如說它自理自己增加壓力的一些種種的因素 我們也可以像現在呢 你就馬上可以把它增壓 它增壓 增壓的時候你可以聽到 或是看到它的火啊 火你要在噴 或者噴的聲音啊 這個聲響是比較高的 比較急促 比較高的 那 這個是屬於靜音爐頭 所以它不會很吵 不會像木猴子的 很吵的樣子 那 這個要燒一湯水 其實也蠻快的 幾分鐘我那一年有去把它做一個測試 但是蠻快的 依照我平常在燒水的時間 也算是蠻快的 那 這一款呢 如果按照這個結構來講 希望能夠 在我的 我的理想裡面 它可以油腹再加大一倍 那麼它的這個 噴火的結構 這個燃燒的結構 整體就再加上一倍 因為它這個油腹是500 然後包括500cc 500mini air 那麼 它這個 功率 火的功率啊 也沒有標多少 但是 我是覺得 在把它整體上放大一倍 放大一倍的話 就很好用 這個如果 三四個人 以上要 要一起煮的話 它比較方便 量才比較夠 那 這個屬於一個人 兩個人 在 在用的一個 爐子 在主食的一個 量的爐子 這樣 如果能夠再增加一倍 那真的 很好 但是 這種爐它會 受洗冷它的體積 通常就是 所謂的設定在 可能是公頂 或者是 都是 設備啊 登山設備 都要用冷 杯的 那你狀況 那像 我們 如果 自己開個車 自己出去的話 那 就可以 再增加一倍大 也不用增加到 那個 大力審 齁 DRS7 大力審的 不用增那麼大 它這樣增加一倍的話 應該就是在 現在這一板 跟 啊 BRS7 大力審的 中間 齁 尤其它的爐頭 也加大的話 齁 我覺得 它應該蠻熱賣的 應該會很熱賣 因為現在的人外出 很多其實都是 自己開著車 齁 自己開著車 齁 出門的齁 齁 那 這款它的好處 齁 如果是 它的熄火的部分 如果是跟 BRS12A 這個比起來的話 齁 它關火 你就直接 把它關火就好了 那 BR12的話 它在關火 啊 它就會 呃 要火 熄滅之前 它有好像蠟燭的那一種 紅色的火苗 那就是會產生黑煙 那你變成要把它用吹洗的 那吹洗了 又其實 它還繼續 在預熱館裡面 啊 有瓦斯氣出來 有油氣出來 齁 所以 就比較 有不好的味道 那它這個咧 你就直接把它關火 它就熄火 啊 也不會再有 呃 廢風氣出來 齁 那這一款的好處 如果跟 BRS12 那個比起來的話 這一款的好處齁 齁 就是它 它這個上頭 沒有一個預熱管 它的預熱管 它的預熱管就是 坐在開關這裡 齁 齁 那 土的話 你開關就把它 反轉到底 然後再往前開 那它就直接空土了 那如果是BRS12的話 那麼它坐在上面 那上面這個呢 你如果說 呃 一直 一直燒 一直燒 那 也是會 賭啦 那賭的話 在清理上會比較麻煩 齁 呃 會變成說 那個賭了 齁 以後 呃 就是它的 損耗連件 呃 就是預熱管 那個損耗連件 或是 呃 所以我們開關裡面它的 氣膩 齁 就是氣膩 不要讓有吸壓到外面出來 不能 這一款它是使用 石墨 那 這個BRS12呢 它是使用 歐林 的橡膠 那歐林的橡膠 啊 你用了一段時間過後 那麼 它就變緊啊 變鬆啊 就會從 這個開關 洩油出來 你 你一開油 它就會從開關 洩油出來 啊 你如果沒有注意的話 它就有就滴到 你的油身這邊 這個物質它就 變軟起來了 齁 這個我遇到過 齁 這個我遇到過齁 所以 這一款我是覺得 蠻適合入手的 所以 我就把它當作 是我自己的 生日禮物 齁 生日禮物齁 都是藍色的火苗齁 很漂亮 好 那麼 啊 這個關火呢 就直接齁 直接這樣 關 它就是熄火了 齁 它就熄火了 好 那 這個咧 最後咧 啊 在這個 油壺底部啊 這個底座啊 我就把它加了一個 導入的 呃 這個 膠條 齁 這樣放下去呢 你看 通通不會有聲音 你如果 金屬 齁 它有五金屬 跟地面上 或是 這種石頭籽的 齁 這個 水泥啊 什麼齁 你去抹的話 會很滑 那我用這個 保護膠條齁 把它 襯上去齁 它都很穩 很穩的 好 OK 那 呃 這個 生日禮物啊 啊 就介紹到這裡 那 也 感謝 啊 呃 這個 祝福我的 好朋友們 啊 那 也 也要 感謝我的爸爸媽媽 生了我 讓我 可以享受 這個世界的美好 這樣齁 好 拜拜 再見 祝我 祝我生日快樂 祝大家生日快樂 拜拜